Yo 我是波子 最好MUFFIN和BROWNIE BROWNIE好像聞到味道 是否如致到今集會拍些什麼 平時吃雞又吃得多 大家應該會留意到 我直播開台的時候 還是趕頭趕命 因為趕時間吃飯直播 都會就這樣錄過杯麵 但食之而無味太脆了 而香港人最出名的是什麼 快 漂亮 正 所以今次我會挑戰一個 又豐富又方便又有特色的麵食 等我下一次直播的時候 可以吃得豐富一點 吃得飽一點 有力打遊戲也能吃到雞 既然要夠豐富 當然要試試台灣牛肉煉 我想大家應該都會見過 台灣牛肉杯麵滿漢大餐 而說到特色 因為我是香港人 所以會做一個台港融合的美食 好MUFFIN和BROWNIE等一等我 我現在是超市買菜 各位觀眾我們準備雞士 開始 好 首先 下水 就當正我現在是趕著直播 牛燒牛肉麵 哇 這個應該就是牛肉 還有調味油包 調味粉 它不是那些乾蒸蒸的牛肉乾 給你綠麵牛肉 這包真的是牛肉 還有蔥花 洗好菜 20秒就可以了 然後剩下熱水 即時可以倒入麵面 還有水也不要浪費 就是用來輕熱咖喱魚蛋 快點快點快點 好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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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等三分鐘 山菜再加些蠔油 這三分鐘邊綠麵 還可以邊熱咖喱魚蛋 快點快點快點 好熱啊 好熱啊 小心啊 哇 熱熱的咖喱魚蛋 8分20秒完成 這就是港台混合式的滿光大餐 我回來了 是不是很想念我做的食物呢 不過你沒得吃的 即是我用8分半小時 就可以做一個很豐富的直播餐 趁熱吃啦 本來還在想要不要買到牛肉 回來綠麥一起做 其實也不需要 你看 超多牛肉 就這樣看 它的麵餅是很大塊的 所以這碗麵的份量應該很吸飽 真的有台灣的紅酥牛肉麵的香味 麵是偏闊麵的 是很吸汁的 湯頭是不錯的 牛肉汁有多味濃的 是我最期待的牛 會不會很牛呢 想不到杯麵也很大塊 試試看 我覺得稍微偏硬的 但牛味很重 因為它是牛肉的 不是人工牛 它有牛筋好像牛腩一樣 牛筋是融融的 吃完麵 當然要吃的菜 去平衡健康 一口蠔油山菜 有香港的風味 然後再做一口紅燒牛肉麵 現在我飛回香港 做咖哩魚蛋 咖哩味道 原來香港食物和台灣食物是可以配搭的 有魚蛋的激情 還有台灣的味 這餐真的可以滿足我 有夠飽 有夠野味 有夠健康 有夠特色 不過直播應該沒那麼多時間 在說這些食物有多好吃 什麼味道 所以直播應該是 滴粥吃光 還有我發現這個湯 雖然很濃 但到了第四第五口 就開始有點口乾 可能要配飲和飲水 但現階段吃 不會是很重味精的感覺 好飽啊 真的馬上覺得有力了 我可以再吃第二餐 是吃雞 MUFFIN你飽不飽 我好飽 我好滿足 吃完之後 我有錦兒飯 現在的年輕人煮麵 還要是港台式的結合 有肉有麵有油菜 所以下次大家趕時間工作打遊戲 都可以試一下 好我是波叔 不是我是波子 今集拍完曲多先 吃完這一餐 我們直播之後再見 拜拜